越南越南越南湾是国内轻艇以及划船选手的摇篮 县府也特别争取经费来设置水上训练中心 日前县长许说也特别前往关心 并希望能够早日完工启用 中央这边也获得了6500万的补助经费 县政府自筹了1600多万 那总共8000多万的经费 我们今天来看已经接近90%了 那当然还有后续的一些选手教练各种需求的用途 我们会稍微来尊重设计师 还有包括这个选手的使用 让整个的空间可以更好 水训中心更是培育我们国手最佳的一个地点 不论是我们从今年的全中运 或者是全民运动会 我们在划船在清廷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那当然在这个空间 未来将会是培育我们国家最好选手的地方 水里商工校长也表示相当感谢县府的用心 未来完工以后 选手们不必轴车劳顿的来训练 那我们的意计 在我们从今年度完成之后 那这个水清中心就由我们水里商工来代管 那我们也负责管理的责任 那其实主要是替我们南投县针对水域训练 包括我们的清廷跟划船 那这也是在我们各项全中运或是全运会里面的重点的项目 也是亚奥运跟奥运 我们期待我们水商复取这样的训练的一个责任跟管理的责任 那也特别感谢县府在未来的一个设备扩充的一个提供 那我们也会积极跟那个体育署来申请相关的经费来充实水性中心 议员成熟会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启用过后 能够继续为国内培育出更多优秀的选手 水上工自从在民国85年建校之后 长期益注在培训 划船以及清廷的这个经济运动里面 那往往呢都代表我们南投县 甚至代表我们台湾到国际比赛 都得到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我们许舒瓦县长 特别到我们日月坛来巡视 然后来关心我们整个月崖湾的 清廷还有划船的培训中心 所以感谢我们许县长 对于培训中心的一个用心以及关心 希望未来我们的成绩 可以再掌握更高的一个境界 县府也表示 目前工程已经完工将近九成 未来完工启用后 可以提供更优质更好的环境 来给选手们安心使用 记者邱品逸于此采访报导